駕駛越開越偏 難道也想帶轉嗎 竟然直接朝騎士撞上去 人都倒在地上了 他竟然還沒立即停下來 看見這一幕 大家統統看傻眼 趕緊幫忙攙扶 被車壓到的騎士 其實在這之前 駕駛已經擦撞了四輛中古車 原本這個包桿都開掉了 那我們有把它敲回去 你看這邊都是已經開掉 是那一天撞 然後連續撞我們四台車 然後就走掉了 三台車的保桿 基本上都要換掉了 對啊 最後又衝向零停車 通通倒成一片 駕駛才終於停下 4號傍晚5點左右 39歲陳姓駕駛 正要回家 行進桃園環中東路 往永福路的方向行駛 疑似精神不濟 沿路擦撞都沒停 總共搏擊四輛車 及六輛機車 才意識到自己犯下大錯 自使機車騎士 傷人欺人擦傷 經測試陳女酒色職為零 據瞭解證明 陳姓女駕駛沒有工作 因為毒品案被通緝中 警方將依法逮捕 並解送歸案 只是這回居然連環狀 開了600公尺才停下 是想睡覺釀貨還是毒駕 還要警方後續釐清 只因一時恍生 通緝身份跟著曝光 甚至賠上龐大的維修費 後續恐怕得好好協調 如何賠償 TBS新聞林志文 演生們桃園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